海軍東江號軍艦移交海關交接典禮 今天下午3點鐘在高雄港新兵碼頭舉行 由海軍總司令宋長治上將主持 海關總稅務司起訴貞代表接受 典禮開始首先將海軍騎升海關騎 然後由宋總司令和起總稅務司 分別代表雙方簽字 海軍高級官員、財政部有關主管、高雄市各地首長 東江軍艦的全體官兵和海關接艦人員 都曾經在場管理 東江號軍艦是一艘快速的海岸巡邏品 7年前曾經在台海戰役中創架了輝煌的戰機 這次光榮的推出戰鬥行列 移交給財政部海關將擔任查契走私的任務 豐東江在身前 了 möglich 因為蝴子在三脚